每个人的青春记忆中都需要一场这样倾尽全力的奔跑 这既是对灿烂青春的告别 也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因为终有一天你会变得大富翩翩 再也无法尽力去完成一场800米的冲刺 800米究竟有多难 你可能会说800米不就是围绕操场跑两圈吗 我年轻上学的时候轻轻松松就可以跑下来 甚至还可以对着场边的女同学开心比个夜 但是不要忘了 你不是一个人跑步训练 你要面对的对手 是一群同样需要跑得更快的年轻人 人们常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而一旦你站上赛场 面对的压力与高考也将别无二致 即便是短短一秒钟的差距 也是巨大的实力差距 当你想要倾尽全力 不顾一切的冲击终点时 800米的难度才开始陡然增加 800米的难点 难就难在它既不是短跑 也不是长跑 而是复杂的中长跑 从人体的代谢角度来讲 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所需要的能量供应是不同的 选手们需要从比赛一开始就强力加速 一直保持高强度的速度冲击 才能够维持高水平的发挥 短期内的快速跑动 会让体内的乳酸浓度猛增 使体内酸碱平衡破坏 从而导致人体运动能力急剧下降 一般来说大家跑800米都是在高强度下保持冲刺状态 许多人在前100米就导致大量的乳酸生成 而后面的700米距离 机体就在不停地承受乳酸所带来的疲劳感 在跑完第一个400米以后 选手们基本上会感受到撕心裂肺的憋屈感 比如 腿像灌签一样 抬不起来了 比如 腿酸胀酸胀的 有点喘不过气了 可以说 最后的几百米 不仅仅是体力的较量 而且是意志力的较量 最后一个弯道 你看到终点已经近在眼前 但你的双眼 却在沉重的呼吸声中无法睁开 你努力睁大双眼 想着马上就要结束这场噩梦 现在你最渴望的事情 就是躺在地上喝一瓶可乐 头晕目眩之间 你听到了同学们的欢呼加油声 然后无力地瘫倒在地 结束了 可恶可恨的800米终于结束了 自此 你为你的青春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场比赛之后 你再也不想重复一次800米的战斗 每当有人问起 你感觉最累的是什么时候 你总会想起 那个明媚夏天的午后 然后微微一笑 哦 原来我也曾经完成过 噩梦一般的800米 这场比赛之后